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這次Facebook和Twitter就真的有難 在過去半年以來 這兩家社交平台無所不用其極地針對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 已經令到全世界很多人都看不過眼 最後他們老虎頭上釘失了 就釘出的結果 就是他們自己準備釘過去 特朗普終於忍不住 在Twitter上連續發表了兩條貼文 去講述他將會怎樣整治這些社交平台 第一條貼文點名譴責Twitter 他說Twitter不斷來營造完全虛假的趨勢 他說這些虛假的趨勢 跟真實世界裡的趨勢是毫無關係的 純粹是Twitter自己編造出來 而且只有一些負面的事 特朗普還提到 同樣的事情 發生在霍氏新聞的日間時段 最後特朗普就提到 說Twitter的這種做法 對於保守派人士來說 是一種歧視 第二條貼文又怎麼說呢 特朗普就說 基於國家安全的原因 通訊規範法第230條 必須要即時終止 must be immediately terminated 語氣非常之重 其實這個通訊規範法第230條 對於社交平台來說 就是一把保護傘 待會我們就會解釋 到底這一條法例 如何賦予 社交平台一種權力 而這些社交平台正正是 濫用這種權力 特朗普現在就想收回 好了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實情 這次特朗普為什麼會這麼勃然大佬呢 其實Facebook和Twitter就已經針對了他半年有多 其實這次事件的導火線 就是特朗普察覺得到 Facebook和Twitter 有關於言論審查方面的工作 是有擴大跡象的 之前都只不過是 將相關的貼文來去屏蔽了他 或者限制這些貼文的傳播觸及率 起碼你都不能說不准說 加陣市有多名屬於共和黨籍的議員 和保守派的律師 竟然遭到了Twitter的禁言 整個帳號是封鎖了 包括了什麼人 比如說 鮑威爾律師Signipal 另一位就是賓州參議員道格 他是共和黨人 也是賓州參議院聽證會的發起人之一 好了 加陣市Twitter不斷封鎖這些人的帳號 到底是不是要搞政治報復 為什麼毛利拉根可以剝奪了別人的言論自由 那個是別人跟選民溝通的其中一個重要途徑 所以Twitter這種禁言 其實就是完全沒有道理 純粹就是出於政見不同 是政治立場先行 政治立場凌駕了一切 不讓別人去說話 這些是變本加厲的 本身都是任你講的 只不過又屏蔽了別人的帖文 又或者在別人的帖文下面 標注一些 Twitter自己的個人意見 你起碼都被人說 加上時說都沒得說 所以就激到特朗普很生氣 他就說 要終止這個 通訊規範法的第230條 實際這個第230條 是說什麼呢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就說明 要對於言論自由是有保障的 同時也是禁止了美國政府 直接去審查互聯網上的內容 但是對於一些違法低俗的內容 就是例外 比如說涉王 涉毒 那些 好了 為了規範這些互聯網上的內容 在96年的時候 美國國會就通過了一條通訊規範法 當中的第230條 就是用來保障 包括社交平台在內的 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那怎樣保障他們呢 由於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人在說話 沒理由每個人在說話之前都要審查過他講的內容 才可以出街 於是第230條 其實就是有一個言論的免責權 那些用戶說什麼呢 責任在於那個人本身 你這個社交平台就不需要負上責任 那些社交平台有免責權 就不代表沒有網管 於是第230條 同時也是賦予了這些社交平台 他們可以在出於善意的情況下 對於那些涉王涉毒 或者涉及違法行為 那些言論 予以刪除 那這個就是有限度的言論審查 純粹是針對那些 真的大家都認為有問題的 那些言論你就刪除了他 比如說鼓吹犯法的 鼓吹吸毒的 那當然不行 你就刪除了他就對了 但是就不是給你現在 Facebook和Twitter 這樣來 是濫用了權力的 現在特朗普有鼓吹這些違法行為嗎 他是沒有的 大家都記得 在大選之前 拜登家族就爆出了很多醜聞 最先引爆的就是紐約郵報 但是當時 紐約郵報的連結 互聯網的連結 在Twitter上也是被封禁了 那些用戶就不可以按進去看到那篇報道 這些就是對於真相傳播作出了一個限制 你憑什麼不讓人看那篇報道呢 而且你憑什麼限制這些貼文的 觸及率呢 其實觸及率 就可以通過修改電腦演算法來降低 這個在後台就可以做到的 其實YouTube那些片都是有電腦演算法在後面的 到底他派什麼片給你看 不派什麼片給你看 所以為什麼我們那些收視平均會跌了呢 可能就是他不派給你看 你就看不到 因為不是個個都這麼有心 特地按進去我們的頻道 去找一些片 這個就是電腦演算法的 原妙之處 在大選之前 這些社交平台 就已經向拜登陣營傾斜 偏袒 限制有關於他的醜聞的傳播 在選舉之後更加離譜 自行宣佈拜登就是這個總統當選人 凡特朗普出什麼貼文都好 Facebook和Twitter 當然在他貼文下面就標注著一段東西 就說 這個Joe Biden已經是president elected 他是這個總統當選人 就算特朗普說他兒子病了你都喜歡加這句 這些就是離譜 有沒有道德底線 是有加不是有加 而且凡親有人提出有關於美國大選的選舉舞弊行為 指控的時候 你Facebook和Twitter 下面就當然是加一句 就說美國大選的制度 是糾經考驗的 是沒有問題的 是公正的 諸如此類 待會別人提到 郵寄選票有問題 你就說郵寄選票 是行之有效 很多年 你就做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完全就是你的社交平台那家企業的個人意見 你憑什麼加這些標注 是不是你的言論自由是可以凌駕於其他人的言論自由呢 是不是你要控制人的思想呢 是不是你要控制那個所謂真相的傳播呢 難怪特朗普這次是被你激到那麼窄窄跳那麼生氣的 所以他說要收回第230條賦予的權力 我是贊同的 根本上就是濫權 別人被你審查的東西 就是審查的那些人慰呀 低俗呀 違法那些東西 不是被你搞政治審查 不要搞錯了 這些是濫權 那當然在這個Facebook和Twitter被整治之前 民眾就已經開始找一些替代的平台 來取代Twitter和Facebook 取代Twitter的就是有GAB 取代Facebook的就有個叫做MEWE 那些人開始在那裡牽涉 其實這些Facebook和Twitter就是自毀長城而已 對不對 你做人做得公道一點就已經是沒有問題了 又不讓人說話又要屏蔽別人的貼文 又要降低別人的觸及率 現在還要封鎖別人的帳號 你有什麼資格去批評 跟其他國家說有言論審查政治審查而已 那你自己也是做得這麼多肉酸 所以這些科技巨企 跟某些國家根本上是同路人 這麼喜歡搞審查 當然現在那些人都簽了去那些新平台以後 會不會反過來又被Facebook收購呢 這個就是後話了 因為Facebook都很喜歡收購其他的企業 Instagram被他收購了 Whatsapp又被他收購了 現在變成收費的apps 當然希望就不會收購了 好了 最後就想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美國國防委員會 有11名的顧問被裁設了 包括了機身格在內 其實這個所謂國防委員會 一來他就是沒有一個實質的權力 他只不過是一個虛涵 類似於一個智庫的組織 周時開會 二來他們也不會接觸到那些真正的國防機密 他們開會談的都是一些原則性的大方向的東西 真正的國防機密當然不會給這些舊電磁看 這些是70年代的 前國務卿 還有哪些人呢 比如說 前國務卿 奧爾布賴特 就是克林頓年代的人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刻才會兜走這11顆舊電池呢 原來 原本國防部長埃斯柏克力保這11個人 現在連埃斯柏克都被特朗普解僱了之後 當然特朗普就可以作出這個安排 其實在埃斯柏克未解僱之前 對於哪一個應該加入國防委員會就已經作出了很多角力 埃斯柏克就主張 說這個前國務卿 賴斯 是應該得到委任的 但是特朗普呢 他就想委任自己信得過的人 所以一直都是膠著狀態的 好了 現在就炒了這11個人 其實這個基辛格被人炒 也是很划算的 他親中親到出面 已經是說定叫拜登要放生中國了 是要跟中國加強溝通加強合作 喂 試問一下 在一個雖然沒有實權的國防委員會裡面 如果是有一些這樣的顧問存在 你說成何體統呢 就算中國的國防委員會有個親美的人存在 當然是不行 所以這個基辛格 很早就應該是扔他扯的啦 是不是呢 叫他退休啦 97 回家睡覺啦 是不是呢 下一屆又可以繼續投給拜登 101歲啦 真的 所以特朗普做這個決定 我相信很多人都覺得大快人心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